如果他要写广东 他会怎么去写呢 他已在这里生活了17年 写写这里的风光美景 他好像不太喜欢出门 写写美食 他说要保持身材 别忘了 他是一个网络作家 阅读才是他最爱做的事 这一次 他将沿着书枪 去寻找一种打开人门广东的最佳方式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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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觉得有一点点疲累 然后我就想在这样的一个非常安静的小岛上 做一个小书房 有点相当于自己的瓦尔登湖誓言 我为什么会想取名伊莫书房这个名字呢 最初的时候 是清晨区委仙窗部 已经有意在这里打造一个残障人士的就业基地 而这两个残障人士呢 都是聋哑人 我来做这个书房之后呢 我们就取了一个名字叫伊莫 那清远呢 现在也在打造就是书香之城 城区就希望我们在这里来倡导前面阅读 提供一个可以让大家坐下来 安静的看一会儿书的这样的一个地方 在做这个书房的这几年 我觉得有很多读者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比如说有一位75岁的彭卫东阿姨 几年前她来我们这儿朗诵 后来她说她这里是她人生的第一个舞台 在过去的72年里 她从来没有在这么多人面前讲过话 那还有一位阿姨叫程洪 她退休以后基本上每天上午都是在我们书房度过 每天上午9点到11点半来我们书房看书 像上班一样的来看书 然后到现在她陪伴了我们快六年 然后她把清远的八个曲线的县纸看完了 哈佛中国史看完了 剑桥中国史看完了 对那其实我们一末书房现在成了清远人民的一个 四外桃源的一个地方 所以我们一直都说 每一个上岛的人都是欠进我们这个岛上的一道风景 希望每个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属于自己的文化依靠 如果说一片土地的文化印记是一个城市四外桃源的诞生与演变 文化印记更应该体现在这些被城市公共文化滋养的创作者身上 在延田的灯塔图书馆 我们将与一位特别的朋友聊一聊 你好 我是李大瑶 我一般创作的是科幻小说 他讲的主要是人类和AI在未来发生的一个互相斗争的这样一个故事 我想这可能也是我出生在一个AI发展如此迅速的这样一个时代所产生的一些思考 那你为什么要来这里开学院 这里关于科幻的图书是非常多的 还有一点非常有意思的就是 我注意到这个图书馆是在一个垃圾站的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来的 像我其实我的大学是在深圳读的 尤其在深圳中心塑城那边 我经常会抱着电脑在那边去码字 那你觉得哪个地方的氛围更适合给予你的灵感 我非常喜欢深圳 就是因为深圳它就是有非常多这种像社区图书馆 这样的小小的文化空间 然后社区的图书馆因为比较小嘛 然后其实给人还是有一种安全感吧 然后这里也会定期举办南国书康节和深圳读书院 我和我的父母就经常会去那里去逛一逛 这里是一个望远镜 有的时候晚上能看到星星 想到那些星光快乐时空 就是进入到我们眼睛里还是让人非常地激动的 实际是一个和我一样年轻的城市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放映未来 创造出与这个时代相似的作品 一代人有一代人新的文化 该如何留下时代的文化 时代的新活 凤凰山下的广州国家版本馆 给了我们最好的答案 那前方展示到的是第一本权益性质的红楼梦英语译本 最初在1892年在香港出版 他的译者是英国在华外交官邱莉 香港的中外星报 这是中国人自己创办的第一份中文报纸 是当时人们开眼看世界的重要信息来源 那除了书籍和报纸等等这些纸质的版本以外呢 包括唱片电视这些也属于全新的一种版本类型 这是红鲜女老师的唱片啊 对 是的 我一直非常喜欢她的乐剧 对 您可以试听一下 您放上去 好的 谢谢 导存文化作品 文化印记 是否已经不仅仅只是国家层面的大事 在一间世人博物馆我们则看到了个体对文化存续所做出的努力 这一本呢是县妆书是清末就是清朝末年的 这个呢是我们的四大民族之一三国演义 我看过各个版本的三国演义真的是第一次看到清末的版本的 因为呢它那个纸呢差不多有一百年了 泛黄泛黄的 因为我们洋江呢有很多的历史名人的故事呢 就是还不为人知的 一定要有人来做这个事 要不断的挖掘 因为我是写网络小说的嘛 据我所知最大的一个网络文学网站叫齐点 它的前身的创立人其实就是我们洋江人 但是我还是喜欢那种纸质书抱在手上的那种感觉 就感觉好像有的时候就是能看到作家当时的一个心境 该怎样写这个地方呢 它的好其实显而易见 它送给喜爱读书的你书香吕吕 送给下班不想回家的你小小的天地 它给你一切属于这片土地的养分 让你用自己喜欢的方式成长 最幸福的是不过是你爱的这个地方 恰巧也在用它的方式爱着你